三輛超跑前後開出來 在買家面前亮相超有氣勢 加以第一檢署偵辦時剩最大台商地下匯隊案 124億元 順勢查出地下博弈集團 並查扣三輛超跑 5號上午展示法拍 買家拿出手機搶拍 我們先賣白色雷台 紅色最後先賣阿龍 第一輛白色保時捷敞篷加HID頭燈 底價215萬元 一開始就讓買家搶破頭 最後這位帶粉紅口罩的先生 以250萬元價格得標 接下來紅色正輛Keyman 底價200萬元 得標價240.5萬 最刺激的莫過於三輛超跑中 價格最高最吸睛的藍色麥拉倫 敞篷加LED頭燈 底價650萬元 畫瞎的此起彼落 這個漂亮 競標破700萬元時 拍賣官還特地拉引擎 炒熱氣氛 藍色麥拉倫最後得標價 763萬元 還蠻高興 還可以圓自己的一個夢 我個人是很喜歡它 所以我覺得OK 得標買家很低調 前面已經游泳過兩輛超跑 因為超愛麥拉倫 不惜砸重金 對於價格沒有太大掙扎 還OK啦 不貴啦 外面行景差不多780 就這樣就沒辦法賺錢 自己要開 所以說價位 它拉高沒關係 第二波的話 如果順利的話 有兵力 有保持這個 巴沙拉地 這次法拍超跑 讓各地買家 不遠千里而來 地檢署透露 不排除會有第二波 相信也會讓超跑玩家 危機瘋狂 記者侯國文嘉義報導 有關 社交文 谢谢大家